就在两天前,中国男足0比0逼平印度,地球得比,高林百场记录错失五球,中国男足发挥依然稳定赢不了球。 那么中国足球还有没有希望?在很多球迷大师所望之时,新国足用一场4比0的大胜提出了国足未来的希望。 近期,U19国卿队,在韩国拉链的热身赛中,连续取得了三场胜利,而最后一场比赛更是4比0大胜韩国当地强队继续预备队。 按照年龄计算,下届世界杯,这只国卿队才23岁,届时挑起国家队大梁,并打进世界杯希望非常大。 事实上,U19国卿此次去韩国拉链的目的,是为了备战接下来的亚洲赛,三场八球,凌风对手。 这只U19国卿让球迷看到了过足本来的希望,U19国卿已经成为负责不扣的亚洲强队。 郭田宇作为主力中方,不管是意识还是身体,都已经达到了这个年龄的亚洲顶级,而陶强龙和刘超阳等球员,完美解释了了机的作用。 而刘超阳的多个进球,展示了这只球队多点进球的能力,重获新生。 这一次,U19国卿用自己超群的实力,重写灭西方城市,国足部局世界杯终于有了底气,让我们为中国拦足喝彩。 世界杯,中国的来了,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,未经受全部的转载。